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随着拜登上台 特朗普与蓬佩奥这对黄金组合暂时退出舞台中心 目前特朗普陷入弹劾案的漩涡中 蓬佩奥则遭受中方制裁 1月29日 据环球网报道 在中国的强力制裁下 特朗普政府的28位官员在20日卸任后的数十天里遭遇到了二次就业的强大寒流 这28人在就业时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同程度的 其他历届卸任官员很难遇到的冷遇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蓬佩奥现在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公民 由于中方的制裁 他的在就业之路并不顺畅 蓬佩奥原本想要在现任后去美国科赫工业集团总部 或者其子公司担任CEO 之前科赫工业集团也很乐意 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个科赫集团是蓬佩奥起家的最重要的金主 是蓬佩奥的真正的大老板 可是在中国发布对蓬佩奥的制裁令之后 科赫集团总部董事长兼CEO科赫 却委婉地拒绝了蓬佩奥的请求 为什么会拒绝这名前国务卿 甚至是以后美国总统人选呢 为什么会拒绝这飞过来的巨大机遇 是因为科赫集团董事会大部分成员担心 在接收蓬佩奥之后会遭到中国的严厉制裁 毕竟科赫集团业务范围太大了 而且核心是大部分业务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 比如石化 农业 能源 化工和木材等业务 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而且到了依靠中国这个超级市场才能活下去 活得好 这个时候投资蓬佩奥而拒绝中国 无疑就是找死 钱才香 到科赫集团就职的希望破灭了 蓬佩奥又想到其他的超级集团 如杜邦财团 美孚石油 美联航空等等谋求高官职位 当然也全部遭到拒绝 报道指出 一般来说像美国总统国务卿这样的高官 在卸任后不愁就业问题的 他们的人脉 名望和经验足以让他们在任何一家企业 或者组织高就 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 未来可能会重返政坛的人 更是各家美企的乡伯伯 这些人一旦重新返回政坛 他们给企业的回报 要远远大于企业给他们开出的薪水 58岁的蓬佩奥相当于78岁的拜登 和74岁的特朗普算是相当年轻了 加上有当总统的野心 一任后 本来最起码也是一个百万年薪的企业高管 结果因为中方的强力制裁 百万年薪的职位纷纷离他远去 他从天堂掉到地狱 无奈之下 蓬佩奥只得去了清水衙门 华盛顿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 并担任起了所谓的高级研究员 这家研究所是右翼共和党人举办的一家政策性智库 因为其偏颇的政策与立场 在华盛顿主流舆论界并不受待见 每年接受的捐赠与其他类似机构相比 那可是小屋见大屋 资金不充裕 而其职员的待遇与薪水更是低的不能再低 要知道 美国国务卿这种级别的官员 到各种企业做高管 年薪百万 千万美元很正常 哪怕他此前给科室集团打工的时候 当油田公司的总裁 年薪也是百万美金级别 据悉 蓬佩奥在哈德逊的薪水 只有区区八万美元左右 仅仅相当于国务卿待遇的三分之一左右 与企业高管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还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发送 报道称 蓬佩奥加入的这家保守派智库 跟共和党的一些主要金主有很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层关系 蓬佩奥将有机会参与共和党的内部讨论 对共和党的现行政策施加影响 甚至为他有可能参加的2024年总统大选做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 蓬佩奥是有竞选下届总统的野心的 据环球网1月21日报道 刚刚下台的蓬佩奥在当天发表了一条推文 推文上只有一句话 1384天 蓬佩奥叫得响 美国人却也看得很清楚 就在他庆祝找到新工作的推文下 热评说 一个骗子为什么能加入研究所 为啥他们还没有逮捕你 支持分裂的人 幸亏现在你不在了 昨日蓬佩奥参选总统的热度还没有火热超过10天 美国媒体又报道了另一个大事件 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准备竞选总统 因为现在彭斯和妻子正在国内度假 且他之前也没有透露过有争夺下届总统宝座的意向 所以消息还是让不少人颇感意外 但电视台马上把蓬佩奥和彭斯两人串联在一起 银鱼从彭斯加入后 蓬佩奥的总统美梦就破碎了 他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彭斯 据电视台报道描述 彭斯虽然在和妻子休假中 但他听到蓬佩奥要参选后 立刻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竞争手段 创办一个政党委员会 拉拢结交政治人士并吸取赞助 得到愿意支持共和党人士的一笔可观资金后 他就可以顺利启动大选 在此期间 彭斯需要大量引发宣传自己的广告 并推销自己的政策 确保他能够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知情人士称 事实上蓬佩奥和彭斯两人 不管是政治资历还是民意支持 党内威望都不是在一个段位上的 彭斯早在2001年就当选上众议员 已经在国家高层机关工作20年 期间他历任研究委员会主席 外交委员会主席 议会主席 州长 参议院长和副总统等高级职务 试图堪称非常璀璨 与此相比 蓬佩奥的资历显得非常普通 虽然他很早就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 西点军校 但一直在2010年才踏入政界当选州议员 历任一年CIA局长 两年美国国务卿 不但如此和彭斯相比 蓬佩奥也没有任何成熟的政见著作 党内官员基础 所以彭斯这次出手的话 毫无疑问会力压蓬佩奥 除此之外 因为受到中国特别的强力制裁 他的儿子尼古拉斯 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尼古拉斯目前31岁 在一家国际财团任职 之前这家财团聘用尼古拉斯 当然是因为他有任美国国务卿的跌 可是现在呢 他的这个跌已经下台了 关键是还被中国给制裁了 而这个国际财团 当然也和中国有业务来往 那么问题来了 前国务卿的儿子重要 还是中国市场重要 资本在利益面前是不会扭扭作态的 尼古拉斯被立即解雇回家了 现在蓬佩奥的儿子只能在一些没有和中国有关系的小公司找工作了 除了蓬佩奥 其他制裁者 包括刚刚卸任的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 国务卿史达伟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卫生部长阿扎尔 国务院次卿克拉奇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等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按照美国以往的社会惯例 卸任的前政府高官 因为其广博的国际政治 经济和商业人脉 深受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大企业 大集团的青睐 人一般还没有卸任 就早早被其他国际财团所预定 但是特朗普政府这些官员 却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冬 因为中国的制裁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财团 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 不敢雇佣这28人 他们的生财之道 也因为中国的制裁 而遭受彻底的阻隔 同时因为制裁的连带作用和连锁反应 其他美国和国际相关财团 也是不敢雇佣这28人 生怕因为雇佣这些人 导致中国的铁拳与大棒 砸到自己头上 纽约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 在美国如果要找一家财团 与中国没有丝毫的瓜葛 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中国与美国的利益 是如此的交织混杂 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 达莱克认为 如果中国不打算取消制裁 这28个人在地球上 以后进入商界的可能性 几乎是微乎其微 达莱克说 经济商业不能进了 其他的例如教育界 文化界 科技界 只要是进入世界产业循环的界别 按照中国的制裁发令 几乎也不能 按照美国相关发令 除了现任总统 其他现任高官 只要是没有达到法定年龄 国家几乎是没有任何经济补助的 所以58岁的蓬佩奥 还必须要自谋生活出路 现在看来 在中国的制裁下 蓬佩奥等人可能 只剩下自由职业者 这一生活出路 可供选择了 这让蓬佩奥们 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 切肤之痛 也感受到中国的铁拳 无处不在 这正好应了 中国民间的一条谚语 出来混是一定要还的 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蓬佩奥们 好走不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好 谢谢观看